大家好我是奥羊 如果你照镜子竟然看不到自己的脸 那怎么办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男子照镜子看不到自己的脸的恐怖片 被镜子抛弃的男人 准备好了吗 现在风上 故事一开始 男主铁柱出现了 他有点想不开 就想上吊自杀 但是人倒霉的时候上吊都不成功 铁柱就是这样 他失败了 他太小看自己的体重了 两个绳子根本挂不住 铁柱不甘心 他稍作休息 来到飞生间洗漱 看到镜子里熟悉的大光头 铁柱突然冷静了下来 不行洗把脸还得继续自杀 呵还真有毅力 铁柱洗完脸 准备离开的时候 诡异的事发生了 光滑在镜子里 他竟然没有看到自己的脸 咋回事 洗个脸脸咋丢了呢 镜子里一个公秃秃的后脑勺 直直的看着他 铁柱有点懵了 这都是什么情况 我帅气的脸蛋呢 他连自杀的事都忘了 他怀疑是镜子出了问题 不自觉的找到一个小镜子 妄里一看他惊呆了 咋还是没有脸呢 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 原来铁柱的朋友们来了 还想约他一起出去玩 铁柱哪有那心思呀 还忙着着脸呢 他三言两语就把朋友给打发走了 再次回到镜子前 他更加诡异的发现 镜子里的他已经完全消失了 铁柱有点崩溃 他气急败坏的拿起卷指 朝着镜子就砸了过去 镜子到时候碎了 但卷指反弹了回来 直接把铁柱砸懵逼了 晕了过去 等铁柱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了更加诡异的事 破碎的镜片后面全是水 戳一下水波还荡来荡去 铁柱害怕又好奇 难道这是个传送门 可以回到那个生我阳王的地方 铁柱百思不得其解 他忍不住了 他事态性的把脑袋伸了进去 点挺大哈 铁柱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汪洋 甚不见底 这激发了铁柱强烈的好奇心 他弄来一身潜水设备决定一探究竟 反正死都不怕 这个事必须整明白 他潜进深水区 竟然在深水区里看到一个游来游去的人 铁柱也不害怕 竟把那人捞了上来 没想到那人和铁柱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潜水服都是同款的 那家伙醒来之后特别愤怒 二话不说就和铁柱扭打在一起 打了一会儿两人也累了 竟然坐到一块喝起了啤酒 还别说 这俩人长得还真挺像 像一对软生兄弟 喝完酒之后 镜子里走出来的铁柱二伙 拿给铁柱一个门把手 铁柱拿起门把手 就安自然的到丢了把手的房门上 门打开了 里面有一张床 床上有一件绿色的长蛆 难道这是在暗示什么吗 铁柱拿起绿色长蛆 不自觉的深吸一口 喝这个味道好上头 闻着闻着铁柱就哭了 原来铁柱之所以自杀 是因为他心爱的媳妇去世了 他接受不了 还把房门给弄坏了 他自己变得越来越自闭 慢慢的放弃了自己 最后终于憋出了神经病 原来这一切都是铁柱的幻想 他人格分裂了 所以镜子里的他才会消失 也对 正常人照镜子怎么能看不到自己的脸呢 直到铁柱把镜子里的自己给捞上来 他才清醒了 他又不再逃避了 终于开始正常的生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遇事别逃避 该干啥干啥 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好了 我是欧阳 我们下期再见